别看这道普通的青椒炒蛋 很多人方法都做错了 学会我这做法 锅里的米饭总是不够吃 油热倒入五六个鸡蛋 快速的滑熟滑散 炒熟盛出备用 另起锅蒜末豆豉下锅一起爆香 倒入辣椒 放一勺盐 大火翻炒至断生 下入鸡蛋 调味只放生抽和蚝油 翻炒入味即可 这么简单的做法 告诉我 你学会了没